很多粉丝为了表达自己对偶像的爱,经常会到机场街机,把自己准备好的礼物送给自己的爱豆,一份小小的礼物可能没多少钱,但是里面装满了粉丝们的心意,或许正在读这篇文章的你们,也给你们的爱豆送过礼物吧。 那么明星是如何处理粉丝们的礼物的呢?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吧,蔡学坤直接是作为人气最高的男团NINPRCNT的队长,又是C位出道的他,凭借着帅气的长相,超强的歌舞实力,俘获了很多迷妹的心。 粉丝们对蔡学坤也是非常好,经常给他送礼物表达爱意,一次拍摄时,蔡学坤收到了粉丝送的果盘,当时就直接开吃,粉丝们看到非常开心。 除此之外,粉丝送了衣服,他也会穿在身上,非常宠爱粉丝,非常贴心,宋茜直接喝掉,宋茜对粉丝也是非常好。 有次在机场的时候,他收到了粉丝送了一杯奶茶,不过快要上飞机的宋茜,没办法携带奶茶上机,于是直接打开奶茶喝掉了。 粉丝看到爱豆即使赶时间,也喝掉了自己送的奶茶,非常感动,为宋茜也是更加喜欢了。 热巴仔细收藏,最近非常火爆的小姐姐迪丽热巴,因为搭档邓伦两人出演了一千零一夜,剧中两人甜蜜发糖也是吸本了很多,人气很高的热巴,经常收到粉丝们的礼物,他都会非常仔细收藏起来。 有一次收到粉丝送的耳环,热巴也是,马上就带了起来,非常暖心。 赵丽颖发合照,银宝赵丽颖最近几年可以说是罢评了,湖南卫视一直不间断地播放赵丽颖的电视剧,银宝用眼计和努力也得到了大家的认可和支持。 粉丝们经常会给拼命的赵丽颖送很多礼物,赵丽颖会把这些礼物仔细放好,还跟他们一起合照,然后把合照放到微博上。 粉丝们看到了自己的礼物和自己的爱豆的合影,非常开心李文给了狗。 李文在微博上发了一张照片,照片的一边是自己,另一边是自己的狗狗,非常引人注意的是狗狗的身上。 披着一件印了李文卡通图案的T恤,粉丝认出来这是他们送的礼物,而李文居然把礼物给狗穿。 很多人看到这条微博非常生气,觉得自己的心意被这样无视,太过分了。 看了这些明星处理粉丝送的礼物的方式,还真的是让人惊讶。